今次教大家做一個玩具萬花筒 家裡的小朋友很多時都做一些很小的玩具 今次不如我們用來做萬花筒吧 糖果筒首先剪了底部 瓶蓋口揭開 然後我們還需要一些材料來幫忙做萬花筒的鏡頭和底部 今次我選了一張黑色膠片做鏡頭位 以及一張透明膠片做底部 最重要是一張鏡面的紙 這張紙是一些美奴用品的店舖可以買到的 我們首先要做三角柱體 我們需要量度一下 其實這個三角形在圓桶裡大約大小 我們用間車來量度一下 大約那個三角形的三角邊是多長 我們將一張鏡面紙摺 然後我們就可以用膠紙貼起來 然後我們就做鏡頭和底部了 我們會用一張透明膠片剪出來 而這兩個圓形的尺寸 應該等同果汁筒的底部 和果汁筒內圈的圓周面積 剪出來之後 我們需要剪一條線段 來承托著膠片 而這條線的線段 應該長度就等於內圓的圓周 剪出來的膠片內圈 我們先放進去 我們可以擠一些膠水 固定一下內圈的位置 然後我們將紙條放進去 固定了位置 之後我們可以選擇一些小小的玩具 放在萬花筒裡面 我們要用膠水固定 然後我們將膠片放在糖果桶底部 為了令底部更穩固 我們在底部圈一個紙條 然後我們就做鏡頭位 然後我們就用膠水固定 讓小朋友更加喜歡這個萬花筒 當然可以做多一點的裝飾 裝飾完之後 這兩個就是我們的完成品了 大家家長可以現在馬上 和小朋友去試做玩具萬花筒 玩具萬花筒 還要發揮 打開